我宣布 这一剂金斩集的哥哥 笑点都会是王耀庆给的 就就在搞笑这块的功力 基本是可以弹火整个节目了吧 只要不怕被打啥话都说 基本上他就不会被打了 这个道理我是在王耀庆身上看到的 才播出一期而已 他怎么这么好笑啊 初五台和真家影分到了一组 导演问人家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真家影说不要蓝色衣服 因为自己不喜欢蓝色 王耀庆就非要接搜搜打破砂锅 问到底你为啥不喜欢 问了还不罢休 哎呦我初五台就是一只男哎 你可怎么办啊 我的初五台就是在国会上 笑死 有人注意到这个初五台吗 专家以性格类像放不开是一方面了 但这个始终都笑不出来的样子 真的和旁边穿一身蓝的王耀庆 没有关系吗 我不信 走到思念的尽头 终于相信 哦肯定有人要问 他俩很熟吗 不熟哦 第一次见哦 这种绝对一人的气场 到后面你就会深刻领虐到了 初五台上戏 我看得昏昏欲睡 主要是一届又一届的哥哥 我不怕死的说一句 年纪也确实是不小了 大多也就在台上唱唱情歌和情怀老歌了 猛的看到王耀庆穿个保里保气的蓝色衣服 在台上唱头似的蹦迪 我还是醒了的 醒了 醒了一大半啊 这的确是 那像年会非得上去表演的董事长也是像的 不过也是很像在县城走穴呀 土嗨土嗨的 我舅舅就是这次穿的长裤 短裤才是本体我说 王耀庆单机搞笑度百分之百 碰到性搞笑度就值班百分之一万了 太好笑了 性的搞笑程度我等下单讲 主要是说在个人 solo结束以后 王耀庆终于在性出场以后 等到了自己在本期节目里的搞笑哒子 性本季算是回归 在一种哥哥表演结束以后 以一个替罐的形式出场表演 表演完了说自己这一季还来 是因为觉得自己上期都在搞烧烤吃了 这一季要是能留下来 那不烧烤了 搞泪卷 王耀庆B-Like 就算他没有赢的话 他还是可以在门口卖烧烤啊 在完成了高盛莫测的舞台艺术呈现以后 新的舞台进入投票环节 极度到变形的王耀庆B-Like 那这么高盛的舞台艺术 肯定是能征服一些 不知道多厉害 该想看搞事的观众 新的票数可是让他留下来了耶 王耀庆B-Like 快来烧烤吧 今天才知道我就这么怂 披着一张爸总的皮囊到处见嗖嗖的挑事 那不巧了吗 性也有点见嗖嗖的耶 首先我是很敬重王耀庆这个人 我先说哈 一共选取这期就公布了 出舞台五个MVP哥哥选歌 王耀庆选了个我觉得最难的 跳舞耶 还是周董这首歌耶 是哪位哥哥看了都觉得 狗才会去跳的吧 得票姨耶 王耀庆上来就给他选了 爸总总是会选择最难的就是说 OK 我选好 好 王耀庆选择挑一 我诚心的觉得王耀庆是想给他跳好的 殊不知他犯的剑最后还是反弹回来了 信一个大高个儿 上一季能不跳舞就不跳舞 这一季想开了 这么大人了 还有人家哄啊 歌也唱腻了 去跳舞吧 转身非常决绝的选了王耀庆组 自此这个组开始逐渐画风亲戚 路过了唱唱时利哀的博远 被新的slip腔调完全蛊惑 哦 他也知道这组目前为止 人是勇的 武士真的不会跳的 还是得有个真的会跳的啊 博远欣然接受挑战 我们需要一个真的会跳的 博远加入以后 飘移组就更好笑了 本来大家是对这个舞台望而却步 这也太难了吧 现在大家还是望而却步 事情开始变得好笑 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怎么更好笑 就这王耀庆还是有标准的 蔡信前辈不敢要 这大放厥词 我建议蔡国庆反复观看 我真不能忍啊蔡老师 其实我蛮担心的 因为我不希望就是 当我们在飘移的时候 就是有老人家在路上闲话 很危险 飘三减四之下 还是博远靠一些健身房手段 才凑齐了班子 太精彩的组合了 能想象到时候 新是如何在这四个人中间 鹤立鸡群的 但不能想象这舞台到底多诈捏 我宣布 一公我就等这个了 跳舞了解一下 跳舞到这边上 这转头走掉 跳移都说完了 该说说信了 是这样的 我还是觉得 信老师这个舞台艺术 是很有态度的 比如看预告的时候 我就一会 郭富城那么个清醒小田哥 怎么会有如此风格的舞台 这身表演服 怎么就选择用木耳扎呢 定义了半信半疑 这辈子没这么奇猛过 看到斯雷普在对我唱爱不完 以及演出服 原来是玫瑰和荆棘的概念 要不为啥人家是艺术家 我只是个画牢呢 话说回来 这也是信仪一贯的作风啦 谁还记得上一期 他把刘德华的男人库巴 不是最改成重金属诶 效果是这样的 真的好神奇一哥 台下哈山大裤衩 台上表边二手玫瑰 五十也是一朵花就是说 本期还有一大笑点 就是蔡国庆把0713给拆了 0713哥几个出好了 一共还要凑一起的 陈楚生做队长先选了一首歌 余下三个人都盘算好了 选歌顺序 不出意外是能凑一起的 因为刚好 我们那个排名刚好我之后是好名 好名之后是蔡老 蔡老之后就有月行 一切尽在掌握 那不意外肯定是出了意外的 随时向我们走来的是 慈祥的蔡国庆老师 场上来到了赛点 看热闹不闲事大的 都以为蔡老师选飘移 要知道这队已经凑齐了 维埃年会尬舞的王耀庆 唱歌唱立了半信半疑的信 以及稀里糊涂被他来当无脑老师 且准备为团队发光发热的博园 如果加上蔡国庆 该是什么天大的热闹啊 所有人兴奋 挑一组害怕 王耀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以推荐保健鞋的力度 推荐零七一三组 蔡老师你信我 选他选他 蔡老师一边天真地问为什么 一边慈爱地不光看向了零七一三 此时的零七一三只杀一人就要凑齐了 顿时害怕地不敢和蔡老师直视 在舞台上戎马一声 恐怕蔡老师最爱这种 是谁的小眼睛还没看向我 的尖叫时刻 毅然能脱下了自己的黑衣服 加入了这群白西装 黑白一家庆不是说说而已 哎呀 只能这样 笑鼠 隔壁票一组的王耀庆海隔空给了他一个棒 惊魂未定就是说 此后是谁的心在滴血 是我们王苑星呀 人类悲欢不相通也就罢了 还邪门的就在隔壁 跟三个快乐男生的小哥哥 分成一个战队咯 本期让我笑他戏的编外选手 还有一位李九哲 这歌和音秀有什么关系 有人能去查查吗 舞台结束以后这段自我介绍 我真的反复观看 你的观众一起喊 欧夜 给自己欧夜了 带着皮笑肉不下的张东娘和徐娘 一拖二招能有这么勉强的快乐 一人是快乐小狗 一人你久着是快乐狗熊 身体是有一点点柔柔的 哦吼 腿是有一点点短短的 但是我 说欧夜 他们那个夏天的舞台 也确实是给我快乐到了 每个圈对网友说的三个老家子 你放肆 又唱夏天的李九哲本人其实是最快乐的 毕竟是她的歌 但好像只有她知道这是自己的歌 哥比俩爱人礼貌性快乐 给我们你久着激动到英寿上身 这是我的青春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我就是冤枪啊 我就是冤枪 最后还要收入出舞台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舞台 我说哥哥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就真的来养老哦 果然还是年轻人比较到吗 马博仙伯远和罗杰夫这个舞台 硬是给我整清醒了 solo有solo的看头 三人舞台也有三人舞台的flow 之后的舞台不要做到完美 能不能按这个标准卷呢 就指望王耀庆了 带着在年会上的热情 给我几十个能唱能跳的老哥哥好吗 王总 其实我还想看李九哲和王耀庆一个舞台 这两人放一起打看打离谱 但都有种不顾人死活的社交魔力 给我快乐 芒果听我的 一起蹲一弓吧 都不见不见